LEO 了事件以天天流行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七星蟻人對上哥德仁 這行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9點鐘方向的 Dark Fox 3隊的玩家 七星蟻人他的特色是步兵為主力 是三攻三防全滿的 但他騎兵其實也不錯 有這個鎖支甲騎兵 可以讓遠防高達8點 那七星蟻人雖然他有重裝騎士 但沒有遊俠也沒有大落馬 所以後期可能還是要靠步兵作為輔助 步騎作戰作為一個主軸 那他比較有特色的東西是 所有的陸地單位都有這個傷害減免的效果 強奴被戰狼兵打傷會減一些 火槍射步兵的時候傷也會減一些 槍兵戳騎士的時候也會減一些 所以被騎兵一人他的打法 也可以說是鐵頭型玩家的最愛 一直出騎士一直爽也是可以的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哥德仁 那哥德仁特色是他步兵的消耗減免非常多 但是在世紀帝國裡面大家都知道 步兵在封禮時代跟城堡時代 是往往可能成為主力的 除非你是老英國或是賽爾特人 這種步兵移動速度比較快的文明 才有可能成為主力 那哥德仁的打法比較偏向於步兵路線 跟他的馬攻路線 為什麼說是馬攻呢 因為現在不知道是什麼 頂尖的職業選什麼 遇到對方像什麼條盾人啊 或是遊俠文明的時候 都會選擇選擇這個馬攻做為主力 然後復出出選擇打這個騎兵喔 後期在考慮轉大落馬進行壓制的一個策略 那哥德仁呢遇到對方大量槍兵的時候 也會考慮出火槍兵喔 整體來說哥德仁算是一個滿自由的文明 但是要說他是全能型的話也不到說全能型 畢竟他的騎兵比較弱一點 沒有三級馬卡喔 那哥德仁的經濟來說 他前期是比較好過一點的 現在是吃野豬喔 這種野生動物可以再吃再多一點點喔 大概可以多個100多肉吧 我想 所以哥德仁呢不像以前的版本 這麼容易暴斃了 而且哥德仁比較特別的是 他開局喔 織布技術一研發是0秒研發好的 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野豬吃的好像有點過多了 有沒有看到吃兩頭 這就是野豬可以吃很久的問題 好 所以一開始有織布技術呢 所以有一些直接選什麼 會選著開局 只要不斷村的時候 就拉一村喔 去射對方的路喔 或是把這個路喔 或是豬喔偷回家自己吃喔 這個打法算是滿特別的 但是哥德仁這一場並沒有這樣做 好 那現在看到已經把路推的差不多 那這邊推的路是推到比較遠的喔 上面這個才是比較靜的路群喔 這個WIDE 這要怎麼唸呢 WINDAY嗎 那個是WINDAY 日文唸起來是WINDAY的感覺 我的英文發音都是用日文發音的 ok 那接下來看一下 哥德仁這邊的打法 應該還是比較偏向於步兵路線 所以步兵路線的話 前期要打 是可以考慮打這個棒棒開局喔 如果不打棒棒的話 也可以直接轉攻兵或肉嘛 哥德仁其實 必要一定要打棒棒開的 好 那這邊黃金的位置喔 看起來不錯 火箭在後面 那DUCK這邊的黃金在前方 兩個黃金喔 這個黃金比較彩一點喔 偏正前方喔 後面這個黃金還不錯 這裡還可以開個TC 兩塊石頭都在偏後方的位置喔 這個 石頭的位置喔 對於CC來說很重要喔 如果大家打成樓戰的話 這個石頭位置喔 就顯得更重要一點喔 ok 那現在 喔唷 果然哥德是打三棒棒開局出門 有折扣的關係 不用挖金礦 就可以慢慢的 把這個三棒棒 點出來 但這邊還是選擇挖金礦喔 應該是要轉裝甲步兵 轉裝甲步兵的話 就意味著他的一級農田 或是一級伐木會比較難點喔 好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投資這個裝甲步兵升級 這裡並沒有先投資裝甲步兵 好 忘記放肉 尷尬 剛剛突然暴露喔 好 這邊裝甲升上去 但是DUCK這邊是選擇的四級 這邊是要直層上去了 其實人這邊開局有多一百石頭關係 所以可以賣一百石頭也沒問題 然後買一百肉 好 買個肉 買個肉上去 好 再賣個木頭 再買一個肉阿 沒有 這邊要打算要等 斷一下村 好 資源很極限 哇哇哇哇 哥德爾這邊裝甲開局 打不到東西 還是要過來打下木牆給壓力呢 先拆個房子蟹糞 打房政策成功 資源超級速 買賣流 好 補了一根劍塔 守了一下主金的位置 好 果子的部分稍微微一下 繼續踩 這裡已經決定放棄踩木頭了 木頭歸零 待會要花一百三十黃金去買木頭 好 那哥德爾爾這邊很聰明喔 先打了這個四級 先把這個四級尻掉 好 希希人就不能靠買賣 好 那看到希希人在不交流 哥德爾爾直接拉出了四隻村民 過來跟你交流 交流一番 好 但是希希人並不是不交流 而是選擇了 薩金特衛兵的流程 一上去 薩金特衛兵就出來了 來看一下這邊 劍塔應該能劍好 薩金特衛兵現在升到城堡時代 有八點傷害 近代防御 雙防三點 非常坦的一個素質 城堡時代的希希人 他這個薩金特衛兵就跟老硬一樣 會突然大變身 好 這裡劍塔努力輸出 哥德爾爾這邊重點是要趕快點下一級射 然後趕快轉出更多的弓兵才行 那因為你用護兵喔 越跟薩金特衛兵打 你不只是體質上輸喔 而且交換比也會很差喔 畢竟人家是城堡時代的薩金特衛兵 並不是封建時代的 好 那哥德爾爾這邊趕快轉弓兵才行 OK 弓兵有了 那一級射 待會要找個機會點一下 這個劍塔盡可能拖時間喔 不要讓希希人直接一波帶走自己喔 好 希希人現在步兵往前 尻掉了很多單位 這裡希希里的薩金特衛兵 一條死 幹掉了一堆單位了 好 那哥德爾爾爾現在轉出了弓兵 這邊是單射箭場出弓兵喔 那通常用這種直層上去的希希里人大招喔 要防守的好 可能還是要上個什麽十強喔 或是雙射箭場出來防守 不然這弓兵慘能實在太慢喔 可能會來不及擋完喔 那如果是雙射箭場的話 又會拖到自己身城堡時代的時間 所以這個就很微妙齁 所以你要看對手到底是歐一一波 一直出薩金特衛兵喔 如果不是的話 單射箭場就可以搞定了 好 所以這個箭塔可以獲得資訊就很多了 看對手到底是不是歐一一波 那目前看起來有點像歐一一波 因為這邊是十六個人挖金 有很高的機率喔 就是要打一波 打到底 現在哥德人並沒有打算要轉更多的射箭廠 凡是單射箭廠準備要來升城堡時代 OK 王兵趕快擋一下 哥德這邊四隻村民 沒有石頭可以挖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繼續先插進去 就算插進去也打不贏喔 這個城樓現在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喔 箭矢的數量還多一發呢 OK 現在吸吸引人也過來挖石頭了 這前方也補了一根箭塔想要控制一下主金 完蛋了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工兵數量不夠多啊 沒有辦法阻止人家來蓋箭塔 只要箭塔一蓋好 工兵也只能撤退了 直接放棄主金 這邊最重要是哥德人 這裡最重要是挖石頭 然後把這個金炮也插一根箭塔 守一下自己農田之外 也不要讓自己的金被對方控制住或是挖掉 但是哥德人這裡並沒有打算挖石頭的樣子 然後待會也升到城堡時代 哥德人只有唯一選項 封兵這個路線了 但是木頭的問題能不能穩定住呢 這是野人 掉175石頭才能插第二根箭塔 OK 可以插了 要不要繼續往前插呢 好 禮薩金特衛兵十隻 農田一直都沒有 OK 這也是直接斷村斷道兔的一個歐印式打法 全靠金礦跟木頭 還有這個石頭 肉林 林肉推進打法 這個是非常豪賭的一個戰法 也算是175的大招 但這個大招呢 我覺得穩定度不是那麼的好 很容易被擋下來 好 但是哥德人這裡大意了 居然沒有買一根箭塔 到底是我的話我肯定會買賣一波 直接買個箭塔插在農田這裡 寧願 虧一點資源也不要讓這些田自己低調 這樣太虧了 田都沒了 OK 田都沒了 還要再去圍這個木牆 我覺得直接插一根箭塔防守 加上工兵後面擋應該問題不大 好 現在沒有黃金 這裡時候就要趕快出去挖金才對啊 哥德人這邊好像有點太過害怕了 剛剛去外面挖金比較重要 去挖金然後上個十強就沒問題了 對手也是薩金特衛兵而已 他入侵進來的時間並不是那麼快的 好 又來了 但是工兵依舊還沒有點下二級射 OK 終於有一級射了 有一級射殺金特衛兵傷害開始不錯 但是這根塔又要被建起來 哥德人趕快去後面挖金啊 你的兩塊附金位置這麼好 卻不去挖金礦 那真的是可惜了 沒想到大可這一波的all in 打哥德有點措手不及 這到底是什麼招啊 村民樹已經差距14村了 哥德卻還是傻傻的沒去挖金礦 太害怕了吧 去挖了去挖了 這個不挖只在裡面等死了 好 那現在二級射也點了 城鎮中心的傷害來到了7點傷害 但是可以看到這邊城樓的遠方 哇 是8點啊 所以城鎮中心怎麼射呢 也都是那一滴 其實是不怎麼痛的 好 殺金特衛兵現在在下面開始拆掉這些圍劍 工程器製造所蓋好 卻也不知道該不該按頭死測 按頭死測的話 又有可能會被對方的殺金特衛兵給追殺 甚至也會被城樓給射掉 好 那這邊是決定工兵出發 看可不可以抓到一些東西 其實也能加利一個普雷工程器製造所 準備要來拆除掉這根劍塔的威脅 這個大招這個大招 看了我好痛苦 好 出來修理一下 但是哥德爾這裡並沒有挖黃金或石頭 稍微擋一下 好 出來抓掉一村 這個工兵出來 打的蠻漂亮的 好 又收掉了一村 這工兵開始做到的事情了 好 又抓到一村殘血了 漂亮漂亮 好 最近要繞過去左邊 阿金特衛兵沒有繼續推進 甄鋁稍微擋住了 現在TC裡面只有四個人 其實並不多 投石車繼續砸 這根劍塔 應該是要沒了 左邊的工兵又走得過來 CC人聰明數大幅下降 哥德爾人雙TC開始要慢慢農上去了 好 這個大招好像要宣告失敗了 還是要回歸農田了 現在遇到工兵過來 殺金特衛兵就沒責 所以這個工兵一定是要按的 黃金一定是要繼續採 所以哥德爾人這邊 要擋住這個大招其實並不難喔 好 現在工兵稍微繞一下 現在大招 其實一人 看起來分數是還蠻高的 但其實他經濟已經一塌糊塗了 現在哥德爾人也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3TC樓 然後這個TC還可以修得回來 完全沒問題 那現在殺金特衛兵 現在有的數量也就只有這7隻而已 這7隻要繼續騷擾下去 其實有點困難了 這也是為什麼3TC防守反擊喔 他的一定優勢在喔 當你大招打得不夠all in喔 不夠全面一波帶走的話 待會對方農不起來 被帶走的就是自己啦 OK 那現在是7人 現在突然回農 那單TC要怎麼農贏3TC的哥德爾呢 好 這邊可以看一下 好 頭車砸一發 現在暫時兩邊 都沒有 互相交戰的跡象 OK 頭車按出了一台 看他這一個 砸到嗎 沒有 點不到 自己人 預判了一下 好 修著修著修著 好 繼續砸T C 走車要回頭嗎 殺技特衛兵想要流進來 這裡有個洞喔 有個洞 有看到嗎 好像有 但是生女在後方 所以殺技特衛兵不敢進去 這一波 大可直層劍塔流 謝謝劍塔流 好像 破失良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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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一旦被控制住 希希倫的塔攻推進政策 就已經失敗了 而且現在哥德爾有僧侶 好 強中心的步兵也是 抽抽有餘了 雖然沒有繼續產工兵 但是 用僧侶去取代工兵是OK的 好 頭車砸掉 現在希希倫 動一下 哇 這四隻薩金特衛兵都要被招搶了 完了 兩個 三個 第四個有機會嗎 輸不到 哇 直接拿到三隻薩金特衛兵 殘血的 拉過來補個血 待會就變成我方的勢力了 好 那現在正面的部分看起來 大可再這樣繼續打下去會輸 看還是要不要來插寶 這邊插一根寶可能就有機會打贏了 但是現在插寶的話又會被投車砸 所以現在說要贏的話也很困難 插寶還要用自己的薩金特衛兵 跟投車做掩護才行啊 大可這波大招好像 不太好過 好 這裡趕快修投石車 血量拉起來 好 打了一下 打了一下 好 殺金特衛兵三隻 後面投石車又來了 好 投車趕快砸 城樓現在沒有辦法 阻止投石車了 裡面的薩金特衛兵數量也不夠 往前衝鋒 一旦衝鋒也會被招響喔 好 大可的西西里 城樓塔弓 是不是失敗了呢 結果哥德人過來要來插寶了 結果插寶的不是西西里 而是哥德 哥德看到村民直接砸了一發 但是拉了招搶的薩金特衛兵 要過去來解決投石車 涼了 這個真的是涼了 靠了一下 又回去集合一下 這個是在豆塔玩嗎 好 看起來不是 只是單純走的太慢了 哎呀 被收掉了 OK 趕快趕快過來蓋寶 但是這邊大可準備好了生女 你過來我就著想你 這邊目前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著想再著想 好 薩金特衛兵 被點掉了一隻 好 這邊著 再換掉 哇哇哇哇哇哇哇 這個招翔好像有點東西 但是只有一隻大金特衛兵 在裡面砍村民 應該是沒救 後面生女過來對蓋寶 買賣一下資源 這裡沒有投石車 沒有辦法砸村民 怎麼辦 投車是不是要再按一台呢 感覺好像蓋不贏 蓋不贏 大金特衛兵溜了進來 這跟城堡選擇了放棄 哇 沒想到大可就是蓋贏了 哥德這邊的村民 哥德這邊居然有一隻薩金特衛兵 在裡面打架 難受了難受了 剩下兩隻薩金特衛兵 打村民速度很快 這邊只能被迫回家 但是以激進方面來說 還是哥德站上風了 好 投車兩邊互秀 誒 預判 預判過多 其實大家在玩像什麼Raw啊 或是GD5的時候 預判這件事情 要 需要預判 但不用多 發現 有些玩家 這個預判是 預判過多了 距離偏差位置太大了 有時候預判小一點 就是那個幅度不要那麼大 可能命中率會更高一點 好 那是他投石車 這次有投車帶著走 蓋寶怎麼輸 現在事後來到1200 所以跟城堡選擇了放棄 看到你城堡蓋好 你蓋這 那我就往下蓋 好 直接開始空起來 好 投石車 能不能 給到更大的壓力呢 現在 新西里人感覺到意識不妙 你的兵怎麼開始往上走 果然一過來看到村民 又是要來蓋寶 好 森嶼在這邊 稍微卡了一下 但是沒有第一時間 去打森嶼 這裡 西里人拉了村民過來 直接手撕城堡 好 這裡也過來蓋一個城鎮中心 蓋城鎮中心 應該是沒機會了 後方有50森嶼開始招翔 直接把大量殺擊特務兵過來 招過來了 頭車兩邊互丟 OK 半血了 頭車會砸森嶼趕快走 好 蓋好TC 用TC去射村民 有想法 但不多 真的被砸死 後面的這幾隻村民 還是把城堡給蓋好 大可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哥德倫拿下 比賽的勝利 哇 這一波 十七一里人 速成 薩金特衛兵塔弓 好像有什麼東西的感覺 但卻又好像沒什麼東西的感覺 雖然有一路深插到人家的城市中心 也確實讓哥德人出現了一些習慣的失誤 農田被滴掉太多 沒有辦法 大招的東西本質上就是一波流 一波沒達成 後面想要再繼續打下去 真的是難上加難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有哥德人拿下木材食物 史料的獲勝 黃金的部分 其實以人挖了比較多 6000多 最主要是因為他用黃金去買其他資源 所以黃金才會這麼多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